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华了解多一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引领中国能源技术走向世界的里纳请 电力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工业 关系到国际民生、经济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之前 中国的电力供应远远不能够满足到国民经济发展 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停电可能说是家常变化 蜡烛电筒更加是家中必有 有谁会想到 时到今天 中国已经是全球输电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不单止解决了国内的电力输送问题 更加将能源领域的高新科技输出海外 而带领中国电力技术领先世界的 就是被誉为中国直流输电第一人的里纳请院士 中国的电力供应其中一个难题 就是电力资源和电力负荷是不均匀 国内有八成以上的电力资源分布在西北部 但有七成以上的电力消耗集中的 是在东部和中部 因此发展大容量、远距离、高效率的输电技术 在中国的电力能源跨区域大范围优化配置上 必须解决的问题 1941年出生于江苏的李立请 自幼精于素理 以数学满分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1968年大学毕业之后 他怀着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壮志 远赴金叔从生产一线送电工 技术员到后来成为金叔送变电工程公司 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由参与组织建设中国第一条 330千伏交流书电工程 带领团队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发展特高压 800千伏直流技术 他几乎主持和参与了中国所有特大营书电项目 见证了中国电力事业 蓬勃发展的历程 800千伏特高压项目 在2010年启动之前 李立请曾经受到国方的质疑 认为要挑战这个世界级难题 简直是天荒野谈 但他语气坚定地说 不可以因为国外没有 我们就不可以搞不敢搞 800千伏直流技术 具有输送容量大 送电距离远 输电效率高的特出优势 输送容量可以达到500至1000万千瓦 输送距离可以达到3000公里 是500千伏输电的2至3倍 运行可靠性更提高到8倍 选耗更低至45% 其中田西北至到广东的800千伏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更加是世界海拔最高 设防抗震级别最高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这项技术的开发 促进了西北部的水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开发 以及大规模供应 将中国电网建设由独立分散、多头若小 发展成为全国互联、互通、互工 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交流、直流、互联电网 拥有全球最高输电电压等级、最长特高压输电线路 是电网安全运行水平、以及供电可靠性都位居世界前列 据了解在2018年 深圳用户全年平均停电时间是0.68小时 和巴黎伦敦等时差不多 供电可靠性达到世界水平 更加支撑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不单止解决了国内的电力输送问题 更加令到中国的能源高新科技走向世界 2014年 国家电网公司成功纵标巴西的特高压 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 为全球能源输送技术提供了中国方案 从引进技术到消化吸收 继而创新领域 中国的特高压领域已经完全摆脱了西方的技术封锁 掌握了话语权 直流输电问题得到解决 李立请又寻找新的突破 注力研究透明电网 所谓透明电网 是李立请提出的新概念 将现代信息技术和电网相结合 在电网上安装微型智能传感器 将电力系统的各个环节展示出来 包括电源信息透明 网络信息透明 市场信息透明 设备状态透明 温行状态透明 交易状态透明等等 它可以促进了电力的安全高效 绿色低碳发展 减少能源的浪费 原来透明电网这个构思 李立请是受到两件事的启发 第一件是他留意到 以色列农业运用了大量信息技术 全感器技术、电子控制技术、 人工智能等元素 令到效率倍增 令他觉得以色列是由科学家种田 我们还是由农民耕田 第二件事是智能交通系统 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 将汽车的信息汇集到中央系统 令到行车路况清晰可见 实现全方位的交通导航 有效减少意外、违法驾驶、交通擠塞等问题 李立请表示 发展透明电网是为了安全、可靠、绿色、 高效的基础上 为市民和各行各业提供更有效率 和更稳定的能源保障和服务 在他的设想里面 透明电网再发展下去 就是透明能源系统 整个系统网络平台 可以发展成零边界的能源互联网 到时能源的储存方式 和能源的使用将会更加方便 而且更加会影响到未来的电力系统生态 甚至能源生态 对世界未来发展、能源发展 将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我们就拭目以待 大家看完片别走 记得点击订阅键 之后再按下小铃铛 当有新影片的时候 便会通知你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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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